無異性無異性口多多 何時蔡冷期望一一改過 Hello 大家好 我是YYY 今天是2024年本月6日 香港時間下午2時 YYY 今天專門講《櫻桃小丸子》這首歌 我來討論今天的主題 就是百字分析講歐善儀和郭俊安 大家喜不喜歡《櫻桃小丸子》這個卡通片 歐善儀就是唱《櫻桃小丸子》 我猜這首歌應該也是 帶動了很多人想起以前小時候 那些儀式的記憶 都是YY儀式的記憶 我很喜歡花輪同學 如果有人喜歡也是喜歡花輪同學 可以在下面舉手 好笑 其實就是我早兩天已經想開這段影片 我猜有很多人已經在過去幾天 都看歐善儀和郭俊安這宗新聞 很多KOL都已經開了影片 甚至是開了拖廣 YY就生病了 你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還有一點點懵懵的 所以我唯有 過去幾天有點生病了 開不了影片 我就聽別人的喵架 就是喵架為這對夫婦 這宗離婚新聞 我寫下 蕭若元對劉定堅 大家會不會都是蕭若元 劉定堅的粉絲來的 我就有看他們這兩位 這兩位阿叔 在歐善儀郭俊安這宗 離婚新聞上 互生不開名的指責對方的view 究竟有什麼問題 蕭若元就是支持歐善儀 劉定堅就是支持 不支持歐善儀 應該這樣說 我看他們兩個的內容 其實沒有的 為什麼會咬餐飽 其實大家的價值觀都不同 劉定堅本身 就是一個strict Christian 相對來說是乖的基督徒 所以於他來說 就覺得婚約很重要 一定要愛對方才行 那女生當然是不愛對方 驗過男人老了 自己還有無有盈曉飛 後面是惡家的 所以他就不幫歐善儀 然後蕭若元又不值得 就出來出口幫歐善儀 覺得 你幹嘛 人家不開心當然要分手 分手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開心 因為蕭若元是自由主義者 那與蕭若元來說 就是開心就結婚 真的在一起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難道勉強在一起嗎 於我來說 我覺得 有時人心苦短 不用這樣 有時甚至有些個別的個案 好像我做八字 有時都會遇到有些 有些朋友 他本身有些婚姻問題 那些 聽形容都會覺得 真的很辛苦 這樣一齊生活了十幾年 然後還要預未來幾十年 都是這樣生活下去 他會去放工回家 兩夫婦 一人就擔走那些菜 工人煮了放下 擔走那些菜 各自入自己的房間去看片 做自己的事 洗澡 吃飯 基本上都去自己的房間 然後只不過夾菜的時候 走出來夾 那些 其實好像如同麥露人 這樣其實很沒意思 所以我覺得 不開心就分 有時會這樣說 分了很多時候都會比較開心 不要搞到自己瘋狂 還有我這裡寫第二 我有時會跟客人說 離婚都要講條件 離婚是一件好事 證明你有條件離婚 有些人是沒有條件離婚 或者是沒有能力離婚 或者是兩件事都沒有 所以要勉強在一起 所以來到 真心想來 雙方都覺得沒有遺憾的話 應該要值得被恭喜 好了 今天這條片 主要是講他們兩個八字 另外就是 會講一講 有些人都會關心 究竟歐善業 有沒有身家分 因為據文說 郭俊安有成九千萬身家產 這麼多年 又做市低 那些 那些 或者出去登台 那些 人家都幾肥仔 所以 我就 用這個角度 和大家 聊多兩句 如果第一次 因為這宗新聞而進來 我這個YY Channel 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就多謝你們 按進來我的頻道 那我的影片本身 就多講一些 懸學述素風水 百字命理 奇門 遁革 西洋 尖聲等等 相關的話題 所以大家 如果對這些題目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有新影片到時候 可以通知大家看 而大家如果想找我看 百字風水 集一改名的話 就可以留意我片頭 就有一條 現在那條包不是轉 那條包在下面 上面有我的電郵 大家可以留下訊息 寫於我半天時間 就會出來和大家接合 我本身有接開相關的生意 百字風水集一改名 好 我先下去 那個 這個 兩位的百字 這裡我寫下 其實是男女 雙方雙差十五年 男又老了又整容 女又保養得這麼好 仍然好像三十幾歲 大家對人生追求有差異 其實都是可以想像的 而那個女生又好像未 不是很見過那個世界 不是說 你不是跟著那個男人 看到很多人都看不到的東西 是也是 但他都有他應該是屬於他的年齡 應該可以見到的世界 譬如即場的世界 在外面怎樣打工 為自己的事業 去爭奪 去努力 其實他沒有試過 所以他恨有這件事 都不奇 成長需求 年輕的願望 好 我們看看這兩位 他們的百字 首先就是 郭俊安的八字 郭俊安1964年出生 1964年10月9日 八字是 甲臣甲褻新卯 歐善兒 1979年出生 12月16日 八字是 幾味丙子丁子 好了 就是郭俊安的八字 我留意到的 首先他本身是個新金名 屬於 我們看著他的八字 正編才寵 我個人看法 就是他的八字 一攤出來 我覺得跟他的真人性格 即是以我們電視機 看到他的性格 我覺得是相當之吻合 八字本身欠水欠火 即是說 他其實不是屬於那些 真的很機靈 很聰明 但是就是定性 他沒有火 他欠火欠水 應該整體 都是個人比較定格 所以在這樣的 背景情況之下 他去演王 那個智障的角色 其實都是可以想像的 即他的性格本身是 自然的性格本身 我想可能那些編劇 去寫故事出來 去想一下一個男主角 會是一個什麼性格 以及去定男主角 可能某程度上都會參考一下 那個藝人本身 天生的性格 給他們的感覺 會是怎樣 盡量可以吻合到多些 即是天生性格 跟那個角色性格 是盡量吻合一些 就會比較做得神奇一些 所以我猜 在他們心目中 可能 郭俊安那個真人 可能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老實一些 有少少的郭靖感覺 這樣 而他的八字 給我感覺 都不容易發脾氣 而且這個八字 沒有邪氣 我叫做沒有邪氣 不帶點點 那個雙煞 連食神本身 不是食相 連食神本身都欠服 本身那個八字 很純心之乎 帶有 於我來說 有帶有一點目睹 或者悶一點 那種性格 都未定 而他的腦袋 看八字的話 他的腦袋 不是顧妻財 就是顧父母 又不好權 又不好玩樂 那些 好男人一個 那類 good man 那類的八字 而他過往來說 我印象 我想不到他有什麼緋聞 是不是那時候 小衛 以前那個舊歌手 好像神經有拍過拖 然後我也想不到其他 所以 所以 我猜他也是那些 其實很簡單 但不跟你做那麼多 即是 不牽不走 沒有什麼玩樂 那些 而歐善兒 我們看看他的八字 就是 本身就是一個 丁火名的八字 命局火寵 欠金木 那他本身 命局火寵 二 是一個丁火名 就會適合做什麼 大家都記得 我有這樣說過 就是 在這樣的格之下 其實最適合 就是做明星 啊 歌星啊 那些 就會特別容易紅 那 歐善兒 雖然不是很紅 但是又這樣說 他不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會記得歐善兒 還有記得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的 櫻桃小丸子的 櫻桃 又紅色的 但是有一種火氣感 這樣 那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 你做那些叫做 如果你的八字本身是 就是 本身是 一個火名 而又火寵 那樣的話 就是有這些 所謂 一來漂亮 二來山發聲 三來就是 容易得到 一些人的 好像 黑暗中一點光 總會認得到你 那樣的樣子 那樣 不需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都可以 夠你紅 那樣的樣子 而他本身的八字 食神強 大七三 相對 對郭俊安來說 這種八字一定是 比較上 娛樂性比較高 即是人的娛樂性比較高 所以其實 如果是 計 性格配合 那樣的話 純純用八字 看性格 的話 其實兩個都 對的 最重要的是 郭俊安不要嫌 歐善兒 嘈 歐善兒也不嫌 郭俊安相對靜 或者悶 這樣其實就很OK 這樣 一粒一粒 就是這樣 另外 另外就是 歐善兒 雖然八字帶有的 換味比較重 即是 玩 起落比較多 不過就不會壞 不會壞 這樣 他們兩個的八字 本身是不帶互衝互黑的情況 所以 甚至乎 像我剛才所說 在八字上面 顯露出來的性格 其實都挺OK 這樣 不過 有些問題就是 他們兩個八字 夫妻公 各有問題 於 郭俊安來說 他出現有 錄鴉入胸網 而歐善兒出現 有些吊嚇星在 這些都是屬於 比較接近的星 就是遇到婚姻出現急殺的狀態 會兇手而回的現象出現 這樣 而其中是 兇手而回的現象 就是在郭俊安那裡 會比較強 所以我估計 郭俊安應該 他的婚姻應該去到這裡 算了 這樣 離婚就離婚就離了 就算了 但是歐善兒 是未至於去到這樣 八字 而歐善兒 我估計 他看他走的大運 2017年開始走的 那個是根神運 我就看到他有一種自立的方向 和帶有點才氣 那我就 因為不知道他究竟 在細節 他究竟賺錢 賺成怎樣 就是過去幾年 但是如果我看到他 在最近透露出來 原來已經是草落有兩個Degree 一個Master 是近年讀出來的 那我覺得 都是不排除他已經是 2017年開始的那個 財政自立那裡 已經開始一直走出來 這樣 那 還會走多十幾年的 而 郭俊安 我就見他 他呢 不一般的 情況 因為他 現在 走的大運 其實就從今年開始 那 大運就走根神 連運就走甲神 那基本上 就是 對於他來說 出現一個 挺大的衝擊 對於他的月齡衝擊很大 那他本身 本身已經出現 有那個年之衝 所以我預計他 是 真是傷心之餘 亦都會帶有一些 雜備自己 懷疑自己的情況 我希望他可以鎮作一點 好了 那至於分身家 那 怎樣看法呢 雖然 歐善儀的八字 本身 我就不太覺得他有才氣 那 時儲不知道 但是 郭俊安的八字 就帶有 他自作編才合夥的現象 所以 我猜他那些 非工作性的得益 早已經跟歐善儀 在官方上亂名了 譬如 好像買樓亂名 那類的 那些 所以 我猜 歐善儀 會有自己的一份 benefit 所以 所謂離不離婚也好 他也有份 都不需要談什麼分身家 我覺得這個 可能跟他現實 都可以是吻合 雖然我都不知道仔細一點 只不過是揣摩就是 通常那些好男人 都會聯名 物業之餘 都會聯名 填上老婆的名字 所以不用怕 有沒有份 分身家 分不分到 不用打官司 根本就是 是不是都有你的名字 而有時候又這樣說 有些好男人 甚至乎心想 唉 算了 這個女人 把她最美麗的青春給了我 是的 我現在又老了 她又 還是脆脆脆彈彈 奔奔跳 我也很疼愛她 所以 可以的話 有能力的話 我也想繼續照顧她 是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 但是應該她們 所謂的 所謂要打官司 分身家 就算是 都是一些小事 不會說是 那些 搞到大家 在那裡 就是 咬爬鬆幹 那類的大件事 那樣 希望她們兩個 分開之後 可以更加 人生更加開心 可以找到自己 近自由地找到自己的方向 郭俊安又 可能又認識到另一個 又 也會很關心她 又 真心愛她 愛得夠長遠的人 和她中老 那就是這樣 好 今天暫時這麼多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好 好